我们听很多人谈论过梦想 但却未曾听父亲说过他的梦想 这是我老爸 我的爸爸和大多数的爸爸一样 都不爱说话 连我到上海工作 都是透过母亲才知道父亲的近况 妈妈 那你吃饱吗 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 爸爸在想什么 爸爸在问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 下礼拜吧 下礼拜 但随着年纪大了 离家远了 其实很好察觉 话少的他 总是默默付出 来传达对我们的爱 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地方玩 比方说一些沿岸 我爸竟然可以帮我们这样两个 一手抱一个这样子 跳来跳去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爸 万一跌倒的话 我们全部人都会摔死 然后 但结果我爸就竟然就 他从来就是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让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电影里面的 像布鲁斯威力一样那样子的英雄 他一旦 一有空可以回来 我们就好像如过自保 好像中了乐头一样 我对他很亏欠的就是 就是我没有给他太多资源 他想做什么 我会尽我所能 不许一切我会只是他 随着时间过去 每次回到家 爸爸的体力越来越差 才发现原来我心目中的英雄 有一天也会老 我曾经就是看过他就是 很神奇的一个瞬间 就是把一球射门成功 但是呢 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体力是 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那差很多啦 尤其是体力跟速度 想法有啦 但是假法跟不上 速度跟不上 对 看着平时 谎言的爸爸 描起足球时 仿佛回到年轻时代 充满自信的神情 我多么想要陪着爸爸 一直参与他的英雄梦 这是我老爸 他跟很多爸爸一样 都不多话 但 其实他没有说出口的爱 我们都能感受到 现在 看着他能一直保持体力 开心的在场上奔驰 那种延续梦想的感动 我希望 我能一直陪着他 陪着我的英雄老爸 很谢谢他 今天还可以多共陪我来 那总之我 我不算表达 就是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到了球场来踢球 有健康的身体也好 我才能够陪他们久一点 我希望我能够陪他们的时间 能够更久 是这样 谢谢 谢谢